我們先繼續來看一下上一集沒有看完的資料 潘塔茄斯特家 朋友啊,讓我更正一個重要的地方 潘塔茄斯特家就是列瓦拉 沒有我們的畫這個國家還在構成自由聯邦 或成為歐拉斯支配了眾多城市國家之一吧 我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列瓦拉的強大是唯一在意志帝國擴大的 也就是說是受到潘塔茄斯特將軍們的才智 與潘塔茄斯特家的彩力影響 作為我們唯一顯著的特徵 你提到獵龍的事讓我很有興趣 龍在好幾百年前不見 在現在的時代開始時 最近才再次出現,你知道嗎? 家族中也有再次開始古老家業的人 在那之中我的唐錶兄弟 費迪南德是優秀的獵人 但過去規模更大 現在我們有十四 反馬克和姆斯加也算的話18個分加 這些複數家族的構成建立在複雜的血緣關係上 因此整個瑟達斯大陸 全部幾乎都跟民們有聯繫 馬庫斯王喪失健康 我十分清楚 馬庫斯和費迪南德沒有孩子的事 毫無疑問的 日作會由其他潘塔茄斯特來繼承 然後那個人會引導我們到約定好的未來 不會發生內亂 來自龍德時代9-38年 阿利亞潘塔茄斯特女男爵的戲 聂瓦拉 我從歐拉斯往聂瓦拉想度過國境 四次都被騎士趕回來 於是就繞了更遠的路 坐船回到費洛登 在坐別的船前往聂瓦拉 結果這趟旅程雖然費勁 但有指揮票價 全國都養育著藝術的氣息 從最困苦的村莊街道 到坎伯蘭金光閃閃的法師大學 都被英雄們的雕像佔滿 恐怕聂瓦拉是外面共同墓地 那令人驚訝的風景 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和安卓斯特的信奉者不同 聂瓦拉人不會將死者火葬 取而代之 他們將屍體妥善保存 封印在精心製作的墓地中 很有錢的聂瓦拉人之中 有人會在很年輕時 就為自己建造墳墓 這個墳墓包含庭院 大蜜場 舞廳 純被寂靜包圍 像宮殿一樣 無法相信是為死者所做的 接入自珍妮特菲所著 知識的追求 一個教會學者的遊記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去看一眼 這關是之前的備証者物資 在這裏 這裏已經 都探索過了 這裏 藍色的箱子 不可以拿 那應該是我拿貨了吧 牠說這個東西可以找出在世界上散落的碎片 沒有人在,但有一隻烤豬 我可以吃嗎?我好餓喔 因為牠不是魔法啊 那是望眼鏡吧 下面很好找啊 2個了 3個 最後一個在哪 好遠喔 有資料混接上來 來看看吧 陰森目鏡 帳上設置的詭異遺物 觀察者透過頭蓋骨的眼睛 觀察周邊 可使在那的魔法碎片發出魔法的光芒 這三個刀是碎片的,就下去撿吧 撿碎片 就不能用手撐一下子上去嗎 剪個碎片還要繞一圈 當然不會不吉利囉 就只是望遠鏡而已 這裡還有一個碎片 所以 如果沒有用那個 墨鏡看過的話 碎片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我之前有經過這裡啊 我沒有 掃到碎片 好 奇怪了,我也想知道這個 東西是什麼 好 他躲在樹後面 小動物就交給你們了 巴里克幫我處理一下 我自己也要打 哈囉 聽見幸福是叫威廉處理一下 我是叫瓦里克處理一下 這會有興趣 再来 该开设新地点了 现在已经上了三个银 大概公里了一半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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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電到一隻 可惜 我什麼都沒看到啊 哪裡有在戰鬥 這應該是 先把他讓我接起來吧 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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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裡是王子的路上 這裡 燃燒了房子被摧毀了城堡 看得到下面的战斗 如果我這樣訂的他們會不會永遠打不完 不浪費時間了 下去撿碎片 後面去處理那些法師 這裡還有裂口 碎片 好吧,就下去吧 在這個山壁下去不知道行不行 通了好多血 不重要,通通殺了 不行,他們站太遠 打不中 好,這個時候 耶 有一隻好想衝過來耶 哇,麻痺錯人 欸,他走回去了 可能是他,拉著嗎 可能是他在這裡 他為什麼要走回去 怪怪 我們應該要走 我們只能保持命 成立的 成立的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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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火是可以走的 就算可以走還是會想要繞過去 這火是比較死的 他媽復活了耶 一直經驗時期 我好不開心是不是可以在這邊死經驗 不要啊 這樣就變成下線上的遊戲了 我們還是繼續進攻吧 這應該是法射的字典了耶 我覺得雷掌的球好漂亮喔 仔細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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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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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心快速解決他 如果不是敵人不搶的話 這樣可能回頭完以後就死了 聖殿騎士的野營 兄弟啊 我們背受與家魔法師們粉碎的任務 必須經經照務者的呼聲 因為叛亂他們放棄自己活下去的權利 他們不是人 他們不是人 為時這場爭議和高級的戰爭終結 所給我們的命令全是虛偽的 那是主給我們分辨有信義的人和語者的試煉 在西街道外和我們一起來 為了有價值的大義 有有教養的人整齊書寫了信 只想著要粉碎魔法師好像也沒有多有教養 不是 有事 是 對 你 是 是 對 可是 是 是 各位 康娜的要塞 康娜的要塞是歐拉斯人被從菲洛登趕走後 由年輕的伊蒙伯爵所建設的 這座要塞的名字是為了表示對 在西方丘陵戰鬥上面的伊蒙父親的敬意所取的 伯爵將這個名字給了自己的兒子 伊蒙決心將紅牙作為展示菲洛登強大的顯赫範本 他建造康娜要塞監視王之路 從所有敵人手上保護星德蘭 第五次瘟疫中對暗疫證明了不屈的精神 遭到損害只有在暗疫不屈間諜的時候 伊蒙災納時驕傲地說康娜要塞沒有魔法的話 不會被任何東西破壞 然後為此主給我們聖天啟示 來自修女豆卡斯格里所住 紅牙的生活 正確會找給奴命 為什麼牠在追我 為什麼要打倒牠 啊 看能不能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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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真的太慘了 要火要冰了 人好多喔 對面的人也重生了 沒有打到一個 又跟對我 我是做了什麼嗎 回來了 沒關係他每次靠近我我就退後就好 放風燈放貓子 唉唷 會爬住了 好痛喔 100多D 還有 我 再打罪了 消失 encontrar 他們有弩砲欸 我剛剛為什麼不用啊 我印象中之前的暗龍靜遠弩砲是可以用的啊 如果用的話我們剛剛就很難打了 就算了 然後把雷昇掛在上面 嘴巴 我把雷昇掛在上面 我把雷昇掛在上面 很難打 這兒 很難打 什麼 他會被判掉 好 打 我把雷昇掛在上面 我把雷昇掛在上面 好,去哪啊? 算也順脫方向了吧 算是要輸出中間,立刻被打爆 這要冰箱可以幹嘛? 不行幹嘛? 還有魔法的火焰耶 哈哈